陳柏惟委員質詢 巡答時間為15分鐘 陳柏惟委員質詢 請蘇院長 陳柏惟委員質詢 請蘇院長 感謝政府和全臺灣公廟主委在這地方的行動來達成共識 所以在這裡希望保備臺灣國太平安 風領霧孫 而且要躲過難關 也要讓各地的公廟忠告 鄉會幸福 行為現役 今天要說的是醫生下降的部分 我們知道這些人員 專業的人員 在臺灣這道工業的實施裡面 定義是我們臺灣的前線 而且他跟部隊不一樣 不能隨便調動 你不能把台南部隊調去台北 或是說我們人人不夠 可以隨補一個阿平哥起來 因為醫生臨完 都需要非常長時間的專業的訓練 所以在這裡想要替他們說一些話 讓他們有參考看 這個防疫的過程 我常常說這句話叫做超負荷 超負荷是什麼意思 你這個議長有沒有聽過 它是抵抗的時候 你的肌肉肌肉會敲開 敲開之後 它需要一個超負荷比較多 所以你的肌肉越來越大顆 那這個超負荷的情況 其實就是現在病院所發生的狀況 包括因為他們限制到 無法出國 無法輸入 也就是說旅遊監視的部分 無法輸入 也就是說他們現在 因為非常緊張 它有可能是第一線的 第一線的面對的環節 它有可能如果出事 整間病院 不僅是他個人 整間病院的調度都會出現問題 所以在這裡想要替他們說一些話 大家都說病院這個醫生很難做 那我想要請教蘇伊長 你認為一個專業的感染科 或是現項科的醫師 大概需要多少時間 能做一個專業的進程的醫師 這醫師的培養 大概在學校裡面要有七年的一個培養 然後經過我們大概一般的作業醫師的訓練 一般是兩年 然後在專科醫師的訓練 可能三年到五年不止 所以在整個來講 大概是十二年到十四年之間 培養一個完整的專科醫師 所以標示差不多十三年了 十三年左右 十三年左右 十三年的意思就是 你要生一個孩子 他都可以像國中了 但是我們現在 防疫長長長久久的事情 有的時候不是說 我真的有一個拿下來 所以可以補一下 所以除了遺書以外 還有一些朋友 一些這些我們的前線 因為他們在歡迎說 我們限縮第一線醫療人力的出國規定 由二月二三到六月三十號開始 請問一下 我們有平國過多少人會受到這麼多 我們現在對醫院 相關需要做這個相關的補償人員 我們現在請醫院全面在清查中 那只是有配合的 我們都對他的損失 位於補償 大概有多少人 幾萬 幾十萬 幾百萬 現在我們沒辦法掌握清楚 不過所有的醫護的人員在有 值燈的大概三十二萬人 醫師四萬七 那護理人員四五萬五 但是並不是大家都在休假了 不過確實我們請大家現在在整理中 我們差不多平均來說 通常差不多五六十萬人有了 值燈的醫師人員三十二萬 你剛才說還有醫師 還有社工 三十二萬是包含剛才講的這些 裡面三十萬 含數萬五的護理人員 含數萬七的醫療人員 有職業登記的 那這個部分 剛才說的團體三二萬 包括醫師 醫師靈環 職能治療 這些有直燈的 在我們這十五類的醫師人員 有職業登記的 都會包含我剛才所講的那數目裡面 臨床 藥室檢驗 藥室都會在裡面 社工剛才提到這 醫師社工就不在我們這裡面 所以我們要感謝這三十幾萬人 在這段時間來付出的辛勞 以及我們在台灣 包括都聽到政府 在幫大家做事 其實我們知道 包括因為我們建立一個很好的 憲法的系統 甚至有一些平常都說 自己是中國人的人 自己拍拚 或是說中國發生的事情 我們怎麼會走回來變台灣人 武漢肺炎是這個 促使台灣主權自主的一個契機 所以你比如說 有一些經常在那裡 田中 田共的藝人 他在這個時間永遠變勇敢的台灣人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我們要很感謝這些醫師靈媛 在這裡有一些建議 大家參考看看 因為前山的 我相信 部長一定都很大 但前山的醫師也有很大的 包括 最近已經有幾個新聞 便當不敢送你去便宜 或是說學校的同學 要求說醫師的孩子 不要來上課 那這些阿靈媛其實都是 我們平常實在看不到的 那他不只是個人的 他已經是家庭的 你跟社會的 你 那這些部分 我們有想過 要怎麼來提醒他們 相關的我們當然會呼籲 就是說相關這種對立的行為 不只是對醫護 或對我們在檢疫隔離 或相關的病人 其實社會是需要 一個和諧的社會 那防疫是需要建立在大家 團結的基礎上 才會做得好 所以當然相關的 如果有這種太過分的行為 應該要執行 而不去執行的行為 我們當然會予以處分 是 這個超負荷和超無常的部分 所以我們想要具體來問 我們現在目前 準備要做什麼事情 我知道看到 這個醫生案裡面 賣多少 169億左右 讓具體的 跟我們的社會民眾 解釋說 169億 要用在 醫術相關的 包括保障 包括 減染方式的演化 包括 甚至 我不知道 中畢業到買 那這些東西 大概 儲料跟我們說一下 大概有幾個項目 從第二條裡面 我們大概從一個 醫事人的講助跟補償 所以你這邊 這些相關的檢疫機構 隔離的場所去治療 從事相關的工作 那就會相用於補償 那在裡面 第二個對於機構 機構我們會有獎勵 特別在做的比較好 我們現在在鼓勵 我們分流分艙 等等相關的這些行為 我們就會予以獎勵 那還有我們對於檢驗檢查 相關所編列的費用 還有對於新科技的發展 不管是疫苗 或檢驗的方法 或是藥物 我們都予以獎勵 那對於相關被隔離者 那也為了要整個他的一個 相關的補償 也會編列相關的費用 那最後我們會留一筆 大概40億點多的一個預備金 針對各種項目裡面不足的部分 我們在予以補足 我理解分作三個部分 一部分是加強 現在要做不到的 包括說病床 還是說設備 第二部分 哪裡在演法 跟這個疫苗的開發 第三部分就是醫生 人員的福利 對 那有辦法知道這三個部分 大概占多少 各占多少 對 你問到這我可能知道 我也知道 預備金大概40億 那對於我們整個的疫苗的發展 對新藥的發展 大概檢驗檢查 我們大概編了18億 那對於我們的相關的醫療機構的這一部分 我們大概是20億 所以我們全部是169億多 所以我們有相對醫師另外的補貼 醫師人員的補貼就會放在我們的量能 譬如說我們對於醫院分傷分流裡面會跑到醫療去 那醫療人員的接近到第一線的 我們大概一個會補他一萬塊 一次的一整 會補他一萬塊 那看到時候的病人有多少 那相關的預算 那一部分應該是差不多20億 醫師是一天一萬塊 護理人員是五千 行政人員是一千五 那任何有從事這個工作的 那我們都會補助 謝謝 總的共的是差不多20億 會直接交醫師另外的薪酬 我們剛才那個有提到有那個準備金有45億 所以我們是絕對該得到的都會給 這大概分兩個部分做法 一個是說我們就直接給個人 什麼一天一萬三個月幾個月 這種做法 譬如說新加坡是這樣 那還有一種做法 我建議在這裡參考看看 一個是用減稅的方式 在疫情期間你把它減稅 醫生的收入不一樣 他夾的水晶減降機的盡控 他開始也是留在國內 這是一種做法 那還有一種做法 是憲法我們用 醫生病醫關節的方式 就是說我總量用 譬如說 1點1個月的方式 來回合在疫情期間 那我想這是 一些可以做的方向 我們可以討論看看 等一下 我們怎麼說 對來臺委員 感謝你 很多關心 還有機構 還有體準 對我們很多的堅定 我總是分做幾部分 來給委員做說明 就是說 這月疫情發生 所以全世界都堅定台灣的做法 以及在近 全世界本來有切 台灣一定是第二次的國家 就是說 中國最慘 看見很多國家 甚至很先進 公共衛生也做得很好的國家 已經疫情嚴重 比我們幾多倍 所以這可以做成這樣 就是全國靈環 大家的合力 做出來 尤其 委員所關心的醫護靈環 就是都在第一次 我們很慎重 也很感謝 為了 要讓 方向做更好 保護 我們整個 全社會好 而且現在社區也要顧得好 便宜也要顧得好 所以我們 剛才在報告 第一人 就是保護 我們 以後人員 所以不只會有分流 分稱 這種觀念 而且要求 不必要有人去便宜 接著 委員 要求 也拜託 醫護靈環 在這段時間 不要出國 不要出國的原因 不是說要跟憲政說 你就一定在這裡做工作 不是 因為現在 全世界的67國 都已經有疫情解嚴重了 所以盡量不要去 因為受虐屬的醫護靈環 孫行 包括 他已經交出費用的孫行 他增加負擔的孫行 政府 絕對專業 不夠 不可以 讓他自己孫行 第三 就是 委員在關心說 誰不是把將禮 對 政府一定將禮 將禮 將禮 一種是不出的將禮 將禮 一種是精神的將禮 輕盈 應有 還有一波 將禮的方法有種種 用錢的將禮是一種 加減稅是一種 像剛才的委員在說 是不是機構 這個健康 計算 如何 只要 可以 達成好 好個 我們的 衛生物理部 我們的 相關 財政部 協助 計程機關 我們的 研究看 如何最好 委員的意見 很重要 我 現在實施 我們一個過程 我會拜託 相關部會 所以 委員只會 我們參考 來進行 至於說 一邊多少錢 放心 這次 因為 我們 日本人 全力的支持 所以 特別的條例 跟特別的議選中 我們 不然是有變議選 在這裡後 他比金 所以這個 一定可以 做到 這個經費 不會缺少 所以請委員只會 憲報的部分 其實我想要討論 如果我們用1.1塊的方式 會好 跟原本 醫生 醫便醫 輸藥 輸給的時候 我們這段時間 到底的行程是要查多少 這也是現實上 可以做一套 受理的試驗 他便會顯示 原來 原來我們憲報 照相驚 1.1塊 讓大家驚 我們的影響多大 這是一個當晚的政策 包括 英領長 也說到 要建立在公平 跟英文的全地之下 把憲報告好 我們答應說 這個事件 過期之後 我們繼續關心 憲報的修法部分 因為除了 我們知道 外籍的臨書 實際上是外國的臨書 這是現在社會 最重要的議題 以外 我們台灣 本土的 蘇養 濫用的 政策 也需要改善 我們台灣的好 不只是因為 第一志願 是醫學的大學 不只是因為 我們的副總統 未來副總統 包括行政委 府議長 醫生的相關 我們建立 包括全台灣人民 都需要來重視 來跟醫生這個事件 顧好 在美國 我們看到阿民哥的女兒 給他們 這個 府議長官 附到商業艙 頭頓艙的女兒 也是一個 國家地位的尊重 在便宜 在醫學裡面 當然 裡面有好人 賺人 但是對這個 建立的尊重 尤其是這次的基幹 包括 我們知道 台下科技的過程 我想讓醫學 有些地位和尊重 尤其是把健保 處理得好 一定是對台灣 對我們來說 這個又強又好的 一個總控 再來 在工作時間上面 以及到醫學 雄關小的基礎 包括社工 包括 這個 佛理書 這都應該是 建立台灣 安全衛生 這些很重要的工作人員 有可能 大家想要拚經濟 但是在拚經濟 前提之下 在拚經濟 這個目的基礎 有一個前提 就是要有四名堂開 這家的武漢的危險 我想大家 都很關心到 這個醫學人員的健康和效率 當然他們狀態不好 一定也沒辦法看好這個平衡 最後呢 我在這裡 希望說 請大家 讓醫學人員 更加多 肯定和支持 也希望 行政員 可以把 剛才說的 這個總理和保障 投入到 剛才說的 白衣生 而且這個 有備金的部分 來替他們做一個委員 讓他們 這些在政党的過程 可以過得更爽 好嗎 好 感謝 散叫 謝謝 謝謝 謝謝